礼拜六 民进党发起小猪回娘家活动 为了迎接民众所送来的小猪扑满 迎加台南竞选总部规划了一个猪猪乐园 要给那些小猪有个温暖的家 那么今天呢 又有三百多只的小猪已经率先回娘家了 不过因为有三百多只 这重量实在太重了 超过五百公斤 还得动用推车跟三轮车来运送 工作人员把小猪扑满台上推车 这全是支持民众送来的 每只猪喂得很薄很重 代表着民众的心意 那我们这里统计出来三百零七只 那金额上呢 我们没办法精算 应该是有超过六十万 超过六十万 三百空七只 超过有人在我们设计说这超过半斗 总重五百多公斤的小猪 当然得动用推车三轮车 从台南市议员王定宇服务处这里 提前送回英家台南市总部 其实总部也规划了这个绿草如荫 有庭园造景的猪猪乐园 迎接小猪到来 猪猪乐园里已经有用饮料罐打造的小猪铺满 还有面线做成的小猪 在乐园里大猪小猪排排站有趣极了 还有小猪的圣诞树 因为台南市三只小猪的故乡 总部营造欢乐 温暖的气氛 欢迎小猪回娘家